你累坏了 有什么事情 我们回去再说 我爹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就是他找人打的兵风 目的是要把兵风逼走 你放心 我会设法劝服你爹的 相信我 这个孩子留不得 王老爷 我求你 我愿意负起一切的责任 我只求你 别让雪梅拿掉孩子 闭嘴 这没你说话的份 明天就去抓药 这件事要尽快处理 免得夜长梦多 爹 不要 我说拿掉这孩子 是我下兵风的 孩子跟了我这么久 我已经舍不得他了 其实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二期 我对不起雪梅 也对不起你们 但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我想我们就应该冷静地处理 求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雪梅 丙风 我想知道 你们两个人有什么想法 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是我 是我 是我该死 我糊涂 但是我愿意负起所有的责任 周伟风 你侵犯雪梅分明就是心怀不轨 你以为 你娶了雪梅 我汪几百货行就归你了吗 我汪请堂 没那么差 王老爷 我绝对不是贪财之人 我也从来不敢妄想 可以娶雪梅为妻 但事已至此 也许是我和雪梅的缘分未了吧 我对您发誓 只要您给我机会 即便是要了我这条命 我都可以照顾好雪梅母子的 痴人双梦 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 爹 您别再拿丙风出气了 丙风她也够苦的了 我相信她对雪梅是真心的 如果雪梅同意的话 我愿意成全她们 世红啊 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我汪天堂教女不言 但是不可否认 是你冷落雪梅在先 所以我不想听你说什么成全不成全的话 你想过没有 这件事一旦闹开 你的母亲 她会多么伤心 多么愤怒 不 世红 不 我不要你成全我 我不要你成全我 世红啊 能不能看在我这样老脸的份上 这件事先不要张扬出去 再给雪梅一次机会好吗 爹 我愿意再给雪梅一点时间 让她想清楚了以后再做决定 好 雪梅 我希望你 不要再去伤害你自己了 孩子的未来等大家都冷静下来 再做打算吧 就让雪梅留在家里多待几天 也让她静一静 等把事情理清楚了以后再说 雪梅啊 别哭 好 别哭 别哭了 秋花都等了一天了 快去开导开导她 让她别再等了 这男女之间的事 当然是你做妈的去说了 我一个大男人 我去说什么呀我 你可是孩子的爹呀 你也是生她的娘啊 真是当初是你点的火 你去解决啊 你这人真是 那天你不是也在一旁敲鞭鼓吗 只说朱禀峰是个好小伙子 是老天爷帮我们挑的成龙快絮 现在发现 他是个父亲害 你就撇个一个安静了 老婆子 这人总有看走眼的时候吗 你是看走眼了 我们女儿她是个死心眼 我就厌不下这口气 朱禀峰那小子给我逮着 我绝饶不了他 妈 你们别吵了 吃饭吧 秋和 秋和啊 我和你爹是在替你打包不平 怎么你却事不关己事的 我吃饱了 他爹 这孩子他怎么回事啊 哀莫大于心死啊 也是啊 大骗子 孙秋和你这个大笨蛋 朱禀峰不过随随便便说的话 你就当真了 还贴亲呢 害我梳妆打扮 还白紧张了一整天 哭什么哭呀 你运气不会这么差的 怕再没一撇呢 再说朱禀峰也不是很坏的人呢 他一定会来找你的 我说朱禀峰也不是很坏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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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 玄梅 你如果现在不拿掉这个孩子 你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喝了它 听爹的话没错 换做任何一个男人 都不可能接受这个事实的 你只要拿掉这个孩子 趁你还年轻 是红总有一天会回心转意的 喝了它 不要 喝了它 喝 不 不要 不 爹你别再逼我了 不然你会后悔的 不 爹你别再逼我了 不 爹你别再逼我了 王庆堂 你会后悔的 你绝对会后悔一辈子的 玄妹啊 爹没有资格 改变你的想法 该怎么算 你自己拿主意吧 但是你要好好想清楚 你 王后还怎么继续做瑜伽的儿媳妇 如果选择错了 就必须要付出代价呀 到那个时候 你也得坚强承受这一切啊 是红啊 爹 我今天到这里来 是想跟你谈谈雪梅肚子里孩子的事情 爹 你要说的我都明白 我也知道该怎么做 你 孩子毕竟是无辜的 这两天我四千想后 我决定接纳他们母子 除非雪梅她决定要离开我们瑜伽 世红啊 谢谢你对雪梅的包容啊 可我却有不同的想法啊 世红 你跟我说实话 你现在对若芸还有感情吗 不瞒您说 我一直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但我失败了 我确实是一个对感情执着 放不下的人 这对雪梅很不公平 但请您相信我 我和若芸绝对没有做出 对不起雪梅的事 我相信你 更相信若芸 但是我担心 雪梅怀了禀方的孩子 那要怎么在你们瑜伽过下去呢 你们双方都应该仔细想一想 今后的人生该怎么走 是继续彼此折磨 还是彼此放手 让双方都能海阔天空啊 爹 您这么说 是不是对我没有信心啊 我是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 雪梅也该为她的错误付出代价 好在 双方是真心喜欢雪梅的 把雪梅托付给双方 也算是最好的安排了 这是你自己啊 如果你跟若芸真的是情缘未了的话 你为什么不好好珍惜 把握这个机会啊 但问题是 雪梅她会接受吗 事情的演变已经由不得她了 世红啊 你替雪梅想得够多了 也该为你自己好好打算了 如今铁川跟若芸已经离婚了 你应该有所行动才是啊 该怎么做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世红 你怎么不进去啊 若芸 我 怎么 有事啊 没事 世红 有什么事能跟我说吗 说出来了 心里也会好受些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是不是又和雪梅闹别扭了 世红 这我倒要劝劝你了 雪梅她现在怀孕了 她身心都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情绪难免波动 你就体谅体谅她吗 当爹的 不能只坐享其成 你也得吃点苦头才行啊 可是 可是孩子的爹不是我 什么 我说雪梅肚子里的孩子 是禀风的 怎么可能 不可能的 过去禀风 经常为了雪梅的事情跟我起争执 我早就应该想到了 世红 我知道 你现在一定很气愤 心里会很难受 可是 禀风她 她这个人你也是了解的 她现在也一定很痛苦 没有办法面对你 你不要太责备她们 还有雪梅 我现在已经不怪她们了 我只希望事情能有一个圆满的解决 可是我岳父 现在她却要我成全禀风和雪梅 问题是雪梅她不会跟我离婚的 还有 要是被我妈知道了 雪梅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我们于家的骨肉 我真的怕她受不了这个打击 那是当然 于伯母肯定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这个汪老爷是怎么回事啊 他明明知道雪梅爱你 离不开你 可是他偏偏又想出这样的方法 这不是要把雪梅逼上绝路吗 难道还要这么继续下去吗 也让禀风看着她心爱的女人 还有她自己的亲身骨肉 去跟另外一个男人共同生活 这对禀风来说 不是太残酷了吗 可是 也许 这就是禀风 该独自承受的苦过 也许吧 因为不能爱 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独自承受 若云 我先走了 李二民将要紧门 拿来 末姥老爷 你找我 坐吧 碧姥老爷 来 边风啊 我想问你 你对雪梅是真心诚意的吗 你愿意娶她为妻吗 我当然愿意娶雪梅为妻 我自己闯得慌 孟老爷肯给我负起责任的机会 我感激不尽 只是怕雪梅不答应 朱秉锋 算你还有自知之明 雪梅啊 我这是替你的未来做打算哪 你想啊 你怀着朱秉锋的孩子 这事能瞒多久啊 难道真要等到事情败露那一天 让你婆婆把你扫地出门吗 你在为谁打算 你真当我不知道啊 雪梅 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你爹 她不会害你的 这是我们汪家的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你走 我叫你走你听到没有 边风啊 雪梅 你竟然为了外面那个野种 要牺牲我的幸福 到底是我姓王还是她姓王啊 我 你别再打着如意算盘了 我是绝不会跟世红离婚的 更不会把余家少奶奶的位置 你让给她 跌hena 王老爷 我的丈母娘已经让我给气跑了 你还来干什么呀 我不是来看他们的 我是专程来看你的 行 喝 铁川哪 少喝点酒啊 喝多了容易伤身体 不喝伤心哪 我知道 你能主动提出跟若芸离婚 心里一定很痛苦 干你什么事 你是若芸的谁呀 我早就怀疑你了 一会儿送吃的 一会儿送穿的 你到底安得什么心 你老实跟我说 我 我 我是看玉芸过得很苦 我想帮帮她 别再瞒我了 若芸的爹已经跟我说了真相了 你 就是若芸的亲生父亲 是吗 周雨萱他跟你说了 你放心 我不会告诉若芸的 如果你是真的觉得亏欠了若芸 你就赶紧让你的宝贝女儿汪雪梅离开世皇 不要再让若芸吃苦受罪了 我告诉你 如果若芸得不到幸福 你也休想得到所有人的谅解 来来来 来 我们祝周若芸跟于世红白头偕老 勇欲爱河 感恩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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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会让雪梅 忍情事实 知进知退 不会让你的美意落空 这也是我唯一能够帮助若芸的 蹄川 来 我敬你 来 汪老爷果然是不同凡响啊 这百货界的第一把交椅 真是非您莫属啊 其实啊 这只是些零头 你只要跟着我汪剑堂干 将来会有你想不完的荣华富贵 您说得极是啊 自从我跟了汪老爷 我才算是真正赚到钱了 想当年我在周家 是拼死拼活流血流汗 到最后 就只攒了那么一点糊口的钱 要不是为了周若芸 我早就出来闯荡了 说不定我现在都已经发达了 没错 没错 好男儿志在四方啊 如果你只顾着追求男女情爱的话 你这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的 您说得极是 可是 这感情的事 也不是说扔就能扔的 汪老爷 我不瞒您说 我现在提起周若芸的名字 我这心里就不舒坦 你听我一句劝吧 在现如今呢 只有握在手里的钱财才是真实的 其他的算什么呀 你手里只要有了钱 身边还怕缺女人吗 我真是不知道 我得赚多久 才能赶得上汪老爷的脚步啊 所以啊 抓住了机会 你就得奋力一搏呀 是是是 您说的对 最近呢 我还要募集一笔资金 不知道啊 你跟还是不跟呢 汪老爷 我已经把我的全部家当 都押给您了 所以现在 我可没钱博了 那就可惜了啊 怎么了 我这次啊 要进一整船的干货 正等着货到付款 一旦货卖出去 这利润可不止十倍啊 你说什么 十倍 是啊 白老爹 我可是把你当自家人 才跟你说这个消息的 对对对 你看我汪信堂 如今能这么风光 那是为什么呀 那是用了我汪家的身家性命 才博出今天这个结果呀 我是真想跟着汪老爷啊 可是我现在剩下的 之前呢就是个老宅子了 这老宅子是旧了点啊 不过这地倒是很值钱哪 汪老爷 你让我把那老宅子卖掉啊 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那周家老宅 对我有特别的意义 我是费了好大的劲儿 才把它弄到手的 平日你白元挺霸气的嘛 怎么到了关键时刻 这么优柔寡断呢 这可不像你白元哪 好吧 我尽快找人估个价 就拿那老宅子投资了 这就对了 爹 你和白元那种小人合伙做生意 一定要小心防范呢 放心吧 我这叫请君入瓮 我先给白元一点甜头 图的就是希望他 能将周家老宅拿出来做抵押 变现投资汪迹百货行 等他发现上了当 但那时候 这周家老宅 已经在我们手上了 爹 这真是太好了 周伯父要是知道 他在有生之年 还能够再回到周家老宅 他一定会感到非常地欣慰 这么一来 你们应该 能够前嫌尽事了 周伯母也能放下 往日的仇恨了 但也如此啊 对了 世红啊 这件事情 最好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因为白元这个人既狡猾又阴险 如果他一旦知道 你我之间已无嫌隙 他肯定会起疑心的 到那个时候 事情就不好办了 爹 我会受苦如瓶的 好 那我得先走了 爹 您慢走 这就是厨房了 你要做什么自己看着办吧 你先把缸里的水打满吧 你先把水打满 我不要再来 你先把水打满吧 你先把水打满吧 我看看 你再来 我再来 你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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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等一下 你蘸的什麼呀 鹽呢 我真的不明白了 你到底有什麼能耐啊 怎麼能把我們家少爺 迷得團團轉的 你還狠心拋棄自己 殘廢的丈夫 就是想嫁進瑜伽 做二姨太 你這心腸怎麼就這麼狠啊 我告訴你啊 我們老夫人可說了 在瑜伽就算是下人 也要家世清白 像你這樣亂七八糟的女人 想嫁進瑜伽 你呀 就別做夢了 小雪 少奶奶 你這個死丫頭 口無遮攔的 若芸是我跟大少爺的客人 誰叫你這麼沒大沒小的 雪梅 別生氣了 別動了胎氣 若芸 我跟侍弘 是讓你來做客的 可不是讓你來受氣的 別以為有老夫人 給你當靠山 我就撵不走你 雪梅 算了 沒事的 我來這兒幫忙 只是想回報你和侍弘的恩情 別弄得家裡上上下下不愉快 你快出去吧 這兒煙大別勳著你 一會兒湯做好了 我給你送過去 好 謝謝啊 別以為你沖好人 我就會感激你 我會一直盯著你的 看你什麼時候露出狐狸一巴 雪梅 雪梅 我給你燉的雞湯熬好了 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 快來 趁趁喝了吧 謝謝啊 來 嘗嘗看喜不喜歡 好香啊這個湯 若芸 有你陪我 我心裡踏實多了 來 太好喝了 味道真好 雪梅 剛才你在廚房幫我解围 但是你不要再責怪小卷了 王后有很多事情我還要跟她學呢 那個丫頭不長身子光長心眼了 我是該好好說說她了 她要是敢把你騎走了 看我怎麼收拾她 若芸 這段時間有你幫我調養身子 我真的覺得精神好多了 雪梅 你剛才幫我說話 真是讓我既驚訝又感動 那天在山上 你對我說的那番話 其實 我還真是挺難受的 我以為你還記恨著我 若芸 對不起 那天都是我的錯 我失去理智了 其實我不是怨你 我是怨我自己 怨我自己抓不住施紅的心 結果我卻害你掉了下去 你不知道我這段日子 我一直覺得沒有辦法面對你了 要是讓施紅知道了 她肯定不會原諒我的 雪梅 聽你這麼說 我心裡這塊石頭 總算是落地了 所以 我們千萬不要為了這件事情 影響了我們好不容易恢復的友誼啊 好 一言為定 快喝湯吧 別涼了 來 來 雪梅 媽 雪梅 雪梅 快 閃開 雪梅怎麼了 怎麼了 我好痛 快快快 坐下坐下 我的胃一陣一陣的痛 怎麼回事啊 雪梅 你怎麼樣啊 雪梅 好疼啊 剛才還好好的 怎麼突然這樣了呢 我也不知道 媽 我剛才只不過喝了若芸端過來的一碗湯 結果我的胃就疼了 你 你幹的好事 說 這是怎麼回事 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是熬了一碗雞湯 給雪梅喝了 我也不知道她怎麼就會胃疼了 她會誣陷你嗎 說實話 那個湯裡你究竟放了什麼東西 虧得雪梅這麼信任你 你不知道感恩圖報 你還陷害雪梅陷害我的寶貝孫子 是不是 余夫人 瑜伽收留我們一家老小 對我們恩仲如山 我包恩還來不及呢 我 我怎麼會陷害雪梅呢 你嘴上說得好聽 你當我不知道 你安的是什麼心嗎 你妒忌雪梅懷上侍紅的孩子 你想方設法地迷惑我兒子 想進我們瑜伽的門 你還真以為 你現在已經是瑜伽的二姨娘嗎 我沒有想做瑜伽的二姨娘 余夫人請您相信我 我只想好好地侍候雪梅 讓她平安地生下孩子 她為什麼會胃疼 我 媽 雪梅 不要緊吧 沒事 您別誤會了若芸 若芸是不會害我的 我想可能是我自己身子弱吧 要不然就是害喜的原因 雪梅 你不需要這麼委屈自己 犯得著替她說情嗎 滾 快滾哪 別在這惹我媳婦生氣 快滾 來來來 快坐下 雪梅啊 要不要緊啊 請個大夫來吧 不用了 媽 我已經好點了 你放心吧 有媽替你看著 不會讓那個女人得逞的 快 來來來 看看吧 來一個吧 多好啊 來一個吧 來 謝謝啊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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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她跳一下吧 朱掌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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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給老夫人送料子來了 是啊 我还和少爷约了 要出去谈事呢 可是少爷不在 是吗 小卷 你先去忙你的 是 薛薇 这是我给孩子 买的一点衣裳和玩具 希望你别嫌弃 你以后不要再这样了 你是存心找我麻烦吗 你别生气嘛 我只想为你和孩子 做点事情罢了 你以后不要再这么明目张胆 万一被下人们发现 我怎么解释 就这一次 下不为例 世红也曾经给孩子买过衣服 但自从他知道真相以后 我已经不指望他 再花心思在这孩子身上了 我多希望怀的这个孩子 是世红的 我连做梦都在想 他抱着孩子 哄孩子睡觉 都怪我 不能保护你们 孟子 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 就算我没有福气 接受你的爱 可是你爹都打算 撮合我们俩了 这事早晚瞒不住的 well 朱昌桂 你不要仗着世红给你当靠山 你就可以不把我的话当回事 我警告你 该收的账再收不回来 我委你侍卫 你可以走了 我知道了 知道了 老夫人 妈 雪梅 我看朱掌柜挺尽心的 你干什么这么凶她呀 没事的 下人办事不牢靠 我只不过叮嘱他们一下 说她几句而已 妈 我有点累 先回房休息了 好 好 老夫人 少爷来了 没事了 你先下去吧 好 妈 这么晚了还没睡 找我有事啊 世红 我觉得 禀风和雪梅之间怪怪的 妈 您怎么会这么说话呢 要是给外人听到了 这多不好啊 雪梅是我儿媳妇 我能不知道轻重吗 我只是想提醒你 多看了点自己的媳妇 妈 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今天禀风到家里这边来 她跟小卷说 她是跟你约好了要一起去谈试的 真是这样吗 我看她跟雪梅说话的样子 好像他们之间藏着什么私密似的 可是一转眼 雪梅又对禀风大声斥骂起来 把我都看迷糊了 但是直觉告诉我 他们俩之间真的不大对劲 妈 妈 是 昨天我是跟禀风说了 要一块儿去纺织厂的 但是我一忙起来 我就把这事给忘了 机会禀风找不到我 是吗 妈 你太多心了 怎么说禀风她都是我的得力助手 我们鱼记筹断装能有今天 她的功劳可不小 上回她就要回老家去 是我硬把她留下来的 妈 您这些话要是让她听到了 那她非走不可了 照你这么说 那我是错怪她了 妈 我刚才说的那些话没有别的意思 你别往心里去 我遭到的误会 岂止这一桩 受的委屈又岂止这一见 早就习惯了 雪梅呀 妈是怕你啊 这个个性太强 怕你没长心眼 又太善良 容易上当受骗 所以才叫侍弘多盯着你 妈 如果您对我有猜疑 往后这个家 我可怎么待啊 雪梅 侍弘 雪梅呀 你也别再闹别扭了 过去侍弘是对不起你 冷落了你 可我已经骂过他了 现如今 你们孩子都已经有了 过去的那些事情 你也就都忘了吧 夫妻之间 贵在相互体谅 相互信任 对了 我都已经想好了 过些日子 妈就把屋后的那片房产 过呼到你的名下 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安安心心地养胎 早日为瑜伽 生下大胖小子 生下大胖小子